一场丧失病毒席卷整个小镇 原本热闹的街头瞬间空无一人 所有居民都发疯式地涌向安全区 但前往安全区之前 先要做一系列的检查 女儿顺利地通过了关卡 可轮到罗斯的丈夫却发生了意外 大兵看她包裹得非常严实 担心藏有武器 立刻把她拉到一边进行全身检查 检查过程中无意间碰到了丈夫的伤口 大兵威胁她脱下衣服 罗斯丈夫谎称只是长脚痛 可大兵明显不幸 还不停地击打她的痛楚 罗斯想求情也被大兵无情打断 迫于无奈 丈夫只能脱下衣服 当看到腹部的伤口时 大兵立马举枪警告 因为她可能随时发生变异 罗斯夫妇还想解释 直接被大兵打倒在地 军队带着少数幸存者 头也不回地逃向了安全区 罗斯在后面疯狂追赶 叮嘱女儿一定要注意安全 可话还没说完 天空就出现了数架战斗机 为了防止病毒的扩散 军方打算把这里依为平地 罗斯慌忙带着丈夫 躲进附近的小屋 可丈夫的状态在不断恶化 根本不可能通过任何关卡 她让罗斯丢下自己 炉子前去安全区寻找女儿 安抚好丈夫的情绪 罗斯打算搜寻点抗生素 给丈夫服用 却听到房间传来一阵打斗声 罗斯急忙跑出来查看 发现地面上有一滩血迹 还有已经变成丧尸的丈夫 罗斯连忙跑出木屋 变成丧尸的丈夫 在后面疯狂追赶 想要把他们变成一对恩爱的丧尸情侣 罗斯拼命朝着巷子深处跑去 却不知道前面是条死路 他想翻过围栏 却有点力不从心 变成丧尸的丈夫 还在下面拼命拉扯 眼见罗斯即将命丧黄泉 一声枪响打断了丧尸的行动 一位身穿军装的男子出现 连开竖枪将丧尸击杀 缓过神的罗斯一把抱住了大兵 祈求他带自己前往体育馆寻找女儿 可罗斯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个人并不是军人 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杀人犯 丧尸病毒爆发时 老黑趁乱抢夺了大笔财富 但很快就被巡逻的军人抓住 押送途中他们为了休息 强行征用了一间民居 老黑始终没有放弃逃跑的希望 他趁两名军人外出寻找物质 开始诱惑看守的大兵 老黑承诺大兵只要放掉他 就和他平分几百万的赃款 但大兵没有丝毫动摇 一记不成老黑只好改变策略 他谎称自己要小变 趁大兵放松紧闭 突然暴起发难 老黑解决完大兵换上了他的衣服 堂而皇之地混入了逃亡的大部队 可他们刚到小镇出口 却被一支部队拦了下来 他们不顾士兵阻拦 一拥而上冲破了关卡 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一时的冲动之举 却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罗斯和老黑冲出关卡 想找辆车带步 却被一个韩国女孩截足先登 无奈他们只能徒步前往安全区 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丧尸 罗斯又招募了两个小伙伴 其中一个叫莱恩的小伙 至今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他是个聋哑人 一觉醒来 发现原本热闹的小镇变得无比安静 就在他准备找人了解情况时 突然看到一对小情侣 在马路上发生了争吵 一辆汽车直接把女孩撞飞 男友上前查看情况 发现女友不停地口吐鲜血 眼看就要一命呜呼 虽然男友嘴上不停地咒骂着司机 可看着出气多进气少的女友 直接丢下她跑开了 原来这场病毒 会让死后的人立马变成丧尸 为了保命她抛弃了深爱的女友 莱恩看到这一幕 立马上前帮忙 却被路过的韩国女孩拉走 没一会女孩吐出一大口鲜血 发生了变异 她开始疯狂地捕杀猎物 莱恩为了躲避追捕 跟着韩国女孩溜进了一处民宅 可刚打开门就看到一家人被劫持的画面 在末日面前 人们心中的道德早已被消磨殆尽 莱恩两人又被迫开始了逃亡 突破封锁线后 她成为了罗斯的队友 四人小队一边徒步前往安全区 一边搜寻可用的车辆 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完好无损的 可惜已经名花有主 里面坐着一对母女 妈妈拿枪警惕地看着几人 罗斯等人只能放弃强强的念头 一路上他们时不时就看到 幸存者被丧尸追赶的画面 莱恩想要上前帮忙 却被罗斯拦下 面对刀枪不入的丧尸 他们也没有百分之百致胜的把握 只能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人变成丧尸 与此同时 开车前往安全区的韩国女孩和胡子书 也遭到居民的攻击 他们不停地往车上抛洒依然物比 好在胡子书车技高超 成功逃出了包围圈 可车子却在半路熄火了 后轮胎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胡子书让韩国女孩下车查看 可她却有点迟疑 她担心两人把她丢下 在得到不抛弃不放弃的承诺后 韩国女孩才下车清理卡住的自行车 可就在这时 一只丧尸向他们飞奔而来 女孩在丧尸赶到前跳上了汽车 胡子书赶忙开车 可丧尸还是紧追不舍 趴在玻璃上不肯下来 胡子书一会加速一会刹车 可怎么也甩不掉她 丧尸突然打碎车窗玻璃 对胡子书发起了攻击 眼看几人就要彻底凉凉 女孩集中生智 拿着铁锤爬上车顶 对着丧尸就是一顿输出 八十 趁机一脚刹车 丧尸直接被甩飞出去 可丧尸刚落地又准备发起攻击 胡子书一脚油门把他送回了老家 鸡飞丧尸后 胡子书显得异常兴奋 这是他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其余两人也是心有余悸 可还没等他们松口气 一辆黑车缓缓跟了上来 胡子书断定他们是来抢汽油的 毕竟末日之下除了食物 最稀缺的就是门员了 他和女孩要锤子想要解决司机 却被大妈拦了下来 这样做很不明智 胡子书虽然很勇猛 也感觉大妈说得不无道理 于是一脚油门打算甩开他们 可黑车也卯足了劲 在后面紧追不舍 就这样两人在荒芜人烟的小镇上 来了一场速度与激情 胡子书一个飘移拐进了小胡同 暂时甩开了黑车 可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 一对年轻夫妇不停地敲打着车窗 女人表示只要能带他们前往安全区 她可以为胡子书做任何事 面对这份诱惑 胡子书果断拒绝 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黑车再次追了上来 这次他们更加明目张胆 直接开车撞向了胡子书 胡子书一边加速一边和司机对骂 一个不留神两辆车直接撞上了十吨 后座大妈因为没系安全带 直接飞了出去 黑车司机也当场暴毙 幸存下来的几人慌忙撤离 毕竟死后的人会立马变成丧尸 他们可不想成为丧尸的口疗 在丧尸的追赶下 五人慌忙逃向附近的餐厅 看着手舞足蹈的丧尸 胡子书慌了 他们立马搜寻起店内的食物 可分量有限 根本不足以维持几人的生活 他们从厨房搜寻了大批武器 打算冲出去解决丧尸 胡子书让韩国女孩敲打玻璃 听到动静的丧尸果然扑了过来 他们则趁机从背后发起攻击 可丧尸刀枪不入的属性 在近身战斗中占据了上风 虽然胡子书几人占据人数优势 还是被两个丧尸打得节节败腿 好在最后一刻几人又逃回了餐厅 这次行动的失败 让本就不坚固的联盟出现了分歧 瘦子认为这种方式拖延的时间有限 现在丧尸可能也很饥饿 他建议胡子书把韩国女孩扔出去为丧尸 这样几人就有足够的时间逃到安全区 胡子书听完立马拒绝了 如果把韩国女孩扔出去 那么再遇到危险 自己可能就是下一个牺牲品 瘦子遭到拒绝就要用墙 毕竟他们的战斗力远远高于胡子书两人 千军一发之客 韩国女孩看到了瘦子胳膊上的伤口 猜测这是丧尸留下的伤口 根据他们国家丧尸的规矩 男人很快就会发生一变 瘦子连忙解释这是车祸时擦伤的 可看着他紧张的神色 纹身男并不相信 直接拿着灭火器把瘦子打晕在地 估计他到死那一刻也不会相信 捅自己一刀的竟然是自己的兄弟 胡子书把瘦子扔到外面 嗅到血腥味的丧尸立马扑到他身上 对他大快躲一起来 可体魄强健的司机却硬扛了几枪 还对老黑发起了攻击 一个手上缠满绷带的男人及时出现 挡住了丧尸的攻击 餐厅内的几人也闻声冲了出来 对着丧尸展开了群殴 看着这残忍的一幕 罗斯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原来一天前 他们也遭到了攻击 还损失了一名队友 丧尸病毒爆发的第三天 罗斯一行人冲破了军方的封锁线 准备徒步前往安全区 途中偶然发现了一处废弃学校 因为长途跋涉几人都略显疲惫 老黑决定在此借宿一晚 他们小心翼翼在大厅搜寻了一番 一个人影都没有发现 长期高度紧张的几人立马放松下来 胖哥和莱恩竟然在房间里挽起了架子 听到声响 老黑立马把他按到墙上训斥了一番 丧尸对于声音最为敏感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好在罗斯及时上前劝解 这才制止了流血事件 闹剧过后几人正打算休息 老黑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响声 为了安全 几人急忙前去查看 他们在走廊尽头发现了一个小男孩 但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老黑提议尽快离开学院 这里可能还有其他人存在 可心地善良的莱恩却认为 对方只是个孩子 对他们构不成威胁 如果没人照顾他肯定会死在这里 可老黑依然不为所动 他认为男孩可能是个诱饵 就等着他们上钩呢 可莱恩却不相信 他直接脱离队伍 打算独自寻找小男孩 罗斯急忙上前拦住莱恩 他提议四人兵分两路 沿途搜索楼层的每个角落 如果还没发现男孩 他们就立马撤离 随后罗斯和莱恩来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 刚走进去就传来一阵刺鼻的气味 罗斯走上前去查看 里面竟然堆满了尸体 莱恩吓得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罗斯赶紧追了上去 在一间教室里 他突然听到一个女孩的求救声 罗斯瞬间响起失散的女儿 不由得有些心酸 他们根据声音慢慢摸索 再次来到了那个卫生间 可当他打开门 里面竟然是一部收音机 意识到自己被耍 想要再回去时发现房门被锁了起来 而老黑这边也并不顺利 胖哥在搜寻途中无意间触碰到电线 直接被电云关进了小黑屋 面对紧锁的房门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忽然老黑听到罗斯的求救声 立马寻声赶来支援 他一脚踢开挡住房门的木棍 成功救出了罗斯 罗斯出来后并没打算逃跑 而是打算救出被关押的队友 很快他们就在走廊遇到了幕后黑手 这是一群还不满18岁的孩子 他们绑架了莱恩要求两人交出武器 可老黑并不想妥协 罗斯健壮立马制止了他的行动 母爱泛滥的罗斯不允许老黑对孩子开枪 在罗斯的坚持下老黑妥协了 孩子们接受了交换条件 但前提是莱恩不能乱动 可身为聋哑人的莱恩听不到他们说话 刚摘下头套就奔罗斯走来 罗斯想要阻止 可身后的小女孩显然快太一步 莱恩被击倒在地 老黑见状立马拉着罗斯逃跑 此后的莱恩直接变成丧尸 大不留心地追了上来 两人逃到学校出口 却发现房门被锁住了 老黑连忙开枪射击 依然不能阻止丧尸的脚步 就在两人即将命丧黄泉时 房门被一个老头打开 罗斯两人慌忙逃了出去 并用桌椅把房门牢牢抵住 他们虽然逃了出去 可昏迷的胖哥依然处在生死边缘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队友早已离他而去 求生的本能让他通过天井爬到楼顶 可看着这么恐怖的高度胖哥退缩了 突然一架战斗机从头顶掠过 军队已经开始对小镇进行轰炸 胖哥吓得腿都软了 但这也激发了他求生的欲望 胖哥顺着教学楼的排水管 顺利到达地面 可还没等他松口气 就看到之前的队友被几个孩子从楼顶推下 胖哥直接转身就跑 因为死亡的队友已经变成了丧尸 在后面紧追不舍 两人在路上来了场真人版的速度与激情 好在胖哥集中生智 跑进一栋民宅 然后从后门逃出 总算是摆脱了丧尸的追捕 随后他来到一辆废弃的汽车里 打算寻找点医疗用品 可搜寻了半天也没有任何发现 心灰意冷的胖哥来到便利店 内心早已不抱任何希望 可当他打开门 里面却储存了满满的生活物质 就在胖哥打算大肆采购时 却听到一阵声响 原来是丧尸在搜寻猎物 胖哥想要悄悄溜走 却被丧尸听到了动静 疯狂地向他扑来 胖哥又被迫开始了逃亡 面对紧追不舍的丧尸 胖哥直接爬到公交车顶 因为丧尸没有攀爬技能 只能在下面不停咆哮 胖哥终于松了一口气 躺在车顶休息起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四周已经没了动静 他探出脑袋朝四周望了望 那只丧尸已经不见了 胖哥想从车头位置逃跑 可刚行动到一半 那只丧尸又跑了回来 这次有了提示 丧尸很快爬到车底 胖哥又一次被迫开始逃亡 他来到一家图书馆悄悄躲藏起来 就在丧尸即将发现他时 一位路人突然冲进来和丧尸展开了搏动 虽然解决掉了丧尸 可路人也被丧尸咬了一口 胖哥一边说着感谢 一边拿起石头解决了路人 在末日灾难下 人性就是如此自私 罗斯看到丧尸强悍的战斗力 认为现在首要目标是寻找武器 单靠这些过腕瓢盆 很难在丧尸末日中生存下来 散乱的三只小队立马组成一个联盟 准备去黑市抢劫一点装备 纹身男带着罗斯来到黑市 谎称自己是来送货的 监控中的光头看着颇有几分姿色的罗斯 立马按下了开门按钮 光头按照惯例给他们搜身 但这次他却有点不老实 不停地在罗斯身上开油 毕竟末日世界虽然缺少物质 但欲望却会永不止步 罗斯作为交易筹码被带到了小黑屋 这里同样有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 显然这种勾当在黑市早已习以为常 突然罗斯听到有人叫他名字 竟然是失散的队友胖哥 他在这里受尽了折磨 不停地催促罗斯尽快离开 可话音刚落 光头大汉就闯了进来 他准备享受新鲜的战利品 就在他准备霸王印上宫时 门外的响声打断了他的行动 一排排丧尸奔涌而来 直接把他淹没在了人海中 原来闻声男混入黑市后 并没有前往交易市场 而是悄悄打开了后门 把其余几个队友接了进来 老黑带着韩国女孩去武器库 却发现门口有士兵把守 他悄悄摸了过去 直接把守为机晕在地 可老黑不敢下死手 毕竟死后的人会立马变成丧尸 接着闻声男使用祖传技能打开了房门 他们在武器库内搜寻了大批武器 为了引开门口的追兵 纹身男的女友溜进了黑市的武器 迅速搜寻到一个目标 表面假装轻轻我我 背地里却拿出刀子解决了男人 变成丧尸的男人 立马对武器的幸存者发起了攻击 整个黑市乱成一团 无数幸存者被感染 变成了嗜血的丧尸 老黑带着众人躲藏在角落里 打算等丧尸离开后再逃出去 可没想到黑市的背后竟然是军队 他们立马派人消灭了变异的丧尸 战斗过程中 军队发现了罗斯一行人 打算把他们带到安全区 但当他们看到老黑时却愣住 这两人正是当时押送老黑的守卫 他们的队友就是被老黑所杀 但双方都默契地选择了默不作声 因为老黑身上有他们觊觎的财富 到了晚上 两名军人偷偷压着老黑前去挖掘埋藏的赃款 却被罗斯听到动静跟了出来 军人给他解释了来龙去脉 并告诉他老黑是杀人犯 面对罗斯的质问 老黑爽快地承认了一切 但他却拿起枪解决了军人 毕竟在以往的经历里 他认为老黑比军队更较靠谱 随后几人便收拾装备前往安全区 可当他们赶到时 却发现安全区也不安全了 无数军民持枪不停地扫射感染者 当罗斯小队赶到安全区时 也被迫加入了战斗 但局势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到来发生逆转 因为死后的人同样会变成丧尸 一个女孩在扫射丧尸时 她的丈夫出来阻止 无数的子弹呈扇扇形射向四周 纹身男的女友不幸中枪 他吐出一口鲜血立马发生了一变 所有人的枪口同一时间指向他 但罗斯几人却不忍心下手 只能仓皇逃走 变异后的女友对着幸存者发起了攻击 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 胖哥不忍心对队友下手 只能展开他的特殊技能 开始拼命奔跑 却在转角处和路人发生了碰撞 路人抢过枪却有点犹豫了 他不想再多一个敌人 可就在这时 路人直接被丧尸扑倒在地 胖哥只能再次亡命天涯 而罗斯几人也被逼近了一处长廊 老黑持枪不停扫射 但子弹对他们的威胁力微乎其微 甚至一些被榴弹打中的幸存者也发生了变异 眼看丧尸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罗斯几人拔腿就跑 但在战斗中受伤的胡子书 拖慢了他们的劲度 罗斯一枪解决了他 毕竟在生死存亡面前 人性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丧尸大军听到枪声再次展开了猎杀 好在关键时刻 老黑关上了走廊的大门 看着不断挣扎的丧尸 他们头也不回地跑向了安全区中心 可此时的体育馆寂静地可怕 甚至一个人影都没有 忽然观影台上出现一个持枪的老头 幸存下来的三人立马严阵以待 但老头并没有对他们发动攻击 罗斯的女儿从老头身后跑出 虽然罗斯找到了女儿 但面对如此规模的丧尸他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这个男人已经在树上待了三天了 眼看就要被冻成冰雕 可男人却不敢下去 因为树下有一只丧尸在寻找猎物 突然丧尸好像看到什么 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男人慌忙跳下大树 拖着疲惫的身躯捡起散落在地上的木材 企图进别墅躲藏一回 可别墅里面却伸出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眼见丧尸越来越近 别墅主人把他放了进来 没想到持枪的人竟然是罗斯 几天前小镇爆发了一场丧尸病毒 很快就蔓延到所有城市 丧尸的数量越杀越多 甚至最后一个安全区也彻底沦陷 好在最后一刻罗斯成功从里面救出了女儿安娜 面对丧尸病毒导致的末日 他们被迫又开始了一场求生之旅 这天两个男人正在商店搜寻物质 却听到一个小女孩在门口求救 善良的男人打开了门锁 可女孩进来后不仅没有表示胆心 反而禁止打开了商店后门 罗斯一行人闯进了商店 直接把好心男赶了出去 他们搜寻了一些生存物质 正准备离开时 却听到公路上传来枪声 这是当地的平民武装分子 他们自发地组成一个联盟 大肆搜寻生存物质 罗斯几人见状立马躲藏起来 可武装分子并没打算放过他们 他们仔细地搜寻屋内的每个角落 眼见追兵越来越近 三人慌忙趁乱逃了出来 可在逃亡过程中老黑不幸中枪 韩国女孩想要搀扶着老黑起来 可努力了好一会也没能成功 罗斯认为老黑会成为他的累赘 想要把他丢在这里 可韩国女孩却不同意 毕竟他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危机 可母女俩却没有丝毫心软 扭头就离开了这里 眼看平民武装已经追了过来 韩国女孩把老黑推到坡下藏了起来 自己则成为了平民武装的俘虏 首领老雷想从韩国女孩嘴里 得知罗斯的行踪 可他怎么也不开口 他不想出卖队友 老雷无奈只能把他带上车继续追赶 罗斯母女俩逃到城外 发现了一栋豪华别墅 就在他们准备进去躲藏时 一只饿了三天的丧尸向他们冲来 罗斯慌忙带着女儿躲藏起来 架起狙击枪打算解决丧尸 因为丧尸不停移动 第一枪打偏了 丧尸听到声音立马锁定了两人的位置 当他奔袭到目的地 却没有发现两人的身影 母女俩趁机从一侧绕进了别墅 可房门却被人从里面反锁了 罗斯拿起枪想要击毙丧尸 却没有打中脑袋 爬起来的丧尸继续进攻 眼看母女俩即将成为丧尸的食物 好在最后一刻房门终于被打开了 当母女俩逃进别墅 却发现里面人拿着武器对准了他们 那老妇人只是想趁机抢夺罗斯身上的物资 可看着带有武器的母女 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 女主人热情地把罗斯带进房内 原来这些幸存者分属两个阵营 一边是别墅的原主人山姆一家 另一边是被他们好心收留的老妇人母子 可老妇人并没有心疼感激 反而纠战雀巢 不停地让山姆去外面搜寻物质 原来山姆的妻子曾在空军部队服役 她认识空投物资的飞行员 曾经用无线电联系过他们 可少量的食物根本不足以支撑那么多人的消耗 因为联系不上空投部队 恶毒的老妇人便让山姆出门寻找物质 山姆虽然很想反抗 可对方人多势众 为了家人的安全 她也只能妥协 罗斯姆你俩冷眼看着这一切 并没有想要参与的意思 可山姆刚走出大门 就遇到了守在别墅的丧尸 好在她早有准备 急忙躲进小木屋 利用一招声东击西 骑着雪地摩托冲了出去 可还没跑出多远 山姆就被人绑在了树上 为首的正是老雷一伙人 为了活命她说出了别墅和物资的情报 这对老雷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他们现在急需一个落脚处补充能量 当他们准备启程时 却被另一伙平民武装偷袭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老雷一方占据绝对的火力优势 本来是一面倒的战斗 可死去的人立马变成丧尸 再次爬起来参加战斗 刚刚还是战友 下一秒就变成丧尸朝自己扑来 场面顿时变得混乱不堪 韩国女孩挣扎着想要逃跑 可怎么也解不开绳索 一只变异的丧尸正朝她爬来 眼看就要命丧黄泉 老雷及时出现救了她一命 为了保存力量 老雷连忙招呼手下撤退 向着别墅的方向跑去 而山姆就没那么好运了 她被榴弹射中奄奄一息 为了能喝口水 她又把别墅和空投物资的情报 告诉了另一伙平民武装 可水还没滴到嘴边 她就变成了丧尸 平民武装没有搭理她 也急匆匆地奔向了别墅 而别墅此时也并不安全 恶毒的老妇人再一次安排 罗斯出门捡木材 可罗斯却态度强硬地拒绝了 毕竟现在有丧尸蹲守 一个人出门就是找死 看着全副武装的魔女 欺软怕硬的老妇人也不敢放肆 只能安排大儿子出门 老大非常听话 二话不说就跑到小木屋拿到了木材 可回去时不小心摔了一跤 木材散落一地 声音惊动了附近的丧尸 他吓得头也不回地跑向别墅 可弟弟知道他手上没木材 硬是不给他开门 无奈老大只能爬上附近的大树躲避丧尸 山姆也没回来 老夫人的二儿子坐不住了 他不停地催促山姆的妻子联系空头部队 让他们尽快运送物资 可任凭他们怎么呼叫 都没有得到恢复 气急败坏的老二直接开枪解决了他 死后的女人没多久就变成了丧尸 疯狂地朝他扑去 老二见状飞快朝着楼下跑去 整个别墅陷入一片混乱 好在罗斯一枪解决了丧尸 但这也让罗斯意识到 老夫人和他儿子就是定时炸弹 留着他们不一定还会出什么幺蛾子 而且现在双方势均力敌 罗斯用扑克牌给女儿打出暗号 两人手起枪落 利索地把两人抱头 长期的逃亡生涯 早已让罗斯的内心变得冷酷无比 就在罗斯准备处理尸体时 却听到别墅外传来求救声 他来到窗边架起狙击枪 发现一个男人正在被丧尸追赶 眼看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丧尸却被周围的铁栅栏卡住了 男人不停地呼喊求救 突然一声枪响 正中丧尸脑门 男人一边表示感谢 一边连滚带爬地跑向别墅 可还没等他走出多远 男人也中枪倒地 罗斯自然不可能让他进入别墅 毕竟末日世界中能相信的只有自己 虽然解决了丧尸 可他们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 老雷带领的平民武装已经包围了别墅 他们剪开铁丝网决定从一侧进攻 这样能尽量减少伤亡 当几人刚准备好进攻阵型 就听到草丛里传来一阵大喊 饿了三天的丧尸飞快地向他们扑来 众人无奈只能持枪反击 终于结束了他的使命 枪声引起了罗斯的警惕 女儿安娜开始发起反击 眼看偷袭的计划落败 老雷拿出一块白布塞到韩国女孩手里 让她用力挥舞 然后呼喊投降的口号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 韩国女孩也只能照做 男人把她当成肉盾 成功到达别墅门口 她开始对着里面喊话 男人要求罗斯放弃抵抗 这样还能留太一命 毕竟他们人数占据绝对的优势 就在罗斯犹豫时 门外突然枪声大作 无数子弹射向房间 罗斯慌忙寻找掩体 等到枪声平息下来 罗斯探着脑袋从窗口观望 发现两伙平民武装打了起来 两伙人越打越凶 变成丧尸的人也越来越多 眼看即将全军覆没 老雷趁机带着队友 敲碎了地下室的玻璃 打算从这里悄悄溜进去 可几人刚走进房间 就遇到了一只丧尸 好在队友身经百战 很快就把丧尸抱头 这可把旁边的韩国女孩吓傻了 而老雷看到后 立马把枪口对准了队友 尽管队友极力解释 老雷还是把他送去了天堂 毕竟他也不确定 队友有没有感染 随后几人来到大厅 发现这里布满了尸体 随时都可能变成丧尸 别墅也不再安全 突然他们看到不远处 有一处空头 急忙跑去搜寻物资 而罗斯母女此刻正躲在浴缸里 他们可不想卷入这场战争 突然一个拿着斧子的男人冲了进来 可他却没有动手的意思 罗斯举枪就要射击 男人吓得立马跪了下来 表示自己知道机场的位置 还和飞行员是朋友 能带着罗斯母女逃往安全区 眼下别墅也不再安全 母女俩便跟着男人踏上了征程 这个男人在冰天雪地里 发现了一个空头 几人慌忙前去查看 因为他们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 可空头箱却被钉子卡住了 单凭他们捡来的树枝 根本无法撼动分毫 就在几人打算乱力开箱时 一个大兵持枪瞄准了他们 显然他也狠在意空头里面的物质 几人经过别墅的战斗 早已弹尽两绝 只能束手就擒 好在大兵并不算坏 没有想要独吞的意思 他从背包里拿出撬档扔给飞人 示意他们继续开箱 到时候几人平分物质 空头箱里是一些食物和药品 都是他们急需的东西 只不过食物全冻住了 大兵解释道 这是单兵作战口粮 一般都自带无厌加热器 只要找到灰色或绿色的包裹就行了 几人一番搜寻果然发现了加热器 但这些东西实在太多了 大兵建议把整个箱子搬出商店 因为这些物资浪费一点 都可能让他们在未来送命 几人立马同意了他的建议 可两个女人却拿着食物互相对视了一眼 好像在谋划着什么 随后他们利用杠杆原理 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推拉装备 大兵和辫子男在后面推箱子 两个女人则站在山顶拉住绳子 眼看木箱就要到达山顶 两个女人对视一眼 直接松开了手中的绳索 巨大的箱子瞬间脱离 带着后面的人一起滚下了山坡 大兵被木箱压断了腿 好在他的求生意识特别强烈 捡了一些散落的药品就朝着前方爬去 可最终还是有些脱离 就在他准备休息一下时 变成丧尸的辫子男向他爬了过来 两个女人看到这一幕 连物资也顾不上捡 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而另一边的罗斯母女 也在冰天雪地里找到了一处废弃宾馆 他们仔细搜寻了一番 并没有发现任何丧尸活动的踪迹 就在母女俩准备休息时 女儿安娜突然听到地下室传来一阵响动 她撞着胆子前去查看 发现所有丧尸都被人关进了储藏室里 眼看丧尸就要破门而出 老黑及时出现救下了安娜 看着曾经被自己抛弃的队友 竟然救了自己女儿 罗斯心里万分愧疚 他给老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美食 并且询问他接下来的打算 老黑表示这里有吃有喝 并不打算离开 可安娜却毫不留情地戳破了他的谎言 你是因为伤口恶化 马上就要死了吧 罗斯打断了两人的争吵 打算去厨房拿点甜点 可就在这时大厅传了一声枪响 老黑倒在了血泊中 虽然老黑救过他 但安娜也不想身边跟着个 随时可能变成丧尸的定时炸弹 面对罗斯的斥责安娜显得异常冷静 提醒妈妈该赶往机场逃向安全去了 可他们真能这么顺利摆脱丧尸吗 这个男人发现了一个空头箱 正准备舔包时 却被另一队平民武装拦了下来 老雷立马持枪拦住了几人 示意队友打开箱子 先拿出里面食物补充能量 可箱子里面除了武器什么也没有 大胡子提议平分空头箱的武器 可老雷仗着人多势众拒绝了他的请求 面对强势的老雷 大胡子也只能照做 可就在几人轻点弹药时 大胡子突起发难 一枪解决了老雷的小弟 双方的平衡瞬间被打破 大胡子反客为主 表示自己要拿走所有武器 可老雷丝毫不肯退让 大不了就是鱼死网破 就在双方对峙时 远处突然冲过来两只丧尸 看到这一幕老雷反而笑了 他并不打算先解决丧尸 继续和大胡子僵持着 可大胡子就没他那么淡定 看着越来越近的丧尸 直接掉转了枪口 丧尸虽然被击倒在地 但他们也成了老雷的俘虏 眼看大胡子就要不丧尸的后尘 韩国女孩站在了两人中间 并把一袋子武器塞给了大胡子 本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就这样被他轻易化解 老雷看到韩国女孩心地如此善良 解开了他手上的绳索 正是把他当成了队友 可当他们刚赶到机场 就遭到了丧尸的进攻 好在几人反应迅速 躲进了机场的小木屋内 随后老雷用桌子挡住了房门 抵挡着丧尸的攻击 可就在这时 隐藏在角落的罗斯拿枪瞄准了他 好一招螳螂补偿黄雀在后 可制止罗斯的人竟然是大胡子 他可不是来报答老雷恩情的 反而让手下对他进行了群殴 老雷把他们当成狗的画面 他一直历历在里 但对于韩国女孩他就非常客气 表示可以带他离开这里 看到他手腕上有伤 立马安排安娜去飞机上取医药包 在大胡子的威逼力右下 安娜只能乖乖照做 可他却把信号枪偷偷藏了起来 就在一切都按照大胡子的计划进行时 门口突然闯进来几只丧尸 对着幸存者疯狂进攻 很快就把大胡子一伙团灭 老雷和罗斯一行人侥幸逃了出来 可老雷却把枪口对准了所有人 在末日世界 可怕的不是丧尸而是人心 可罗斯完全没有听进去 直接拿起信号枪射向了老雷身旁的汽车 巨大的冲击力把两人震飞 罗斯的腿也骨折了 韩国女孩何安娜想带着他逃跑 可罗斯却不想拖累两人 拿枪对准脑袋逼迫他们尽快离开 虽然他冷血无情 但为了女儿他付出一切都值得 两人被逼无奈只能朝着飞机拼命奔跑 后面的丧尸也紧追不舍 逃跑过程中一个女人想使坏 把韩国女孩推到 可奸计不仅没得逞 反而自己成了丧尸的食物 很快两人跑到飞机旁 可安娜确定住了 无论韩国女孩怎么呼喊她都无动于衷 随后调转方向引开了丧尸 为女孩争取到了时间 她成功登上飞机 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